今天吃的這間餐廳 算是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的米芝蓮升級意大利菜 Rail Resculton 102 樓的 Tosca D'Angelo 看到這麼大棵桃花 旁邊還有這麼大盆吉 都知道是在農曆新年時吃的 新年流流吃意大利菜 好像不太應節 但老婆生日 她是一向西餐位 再加上我看到 Tosca 有個新春大便賣 三道菜 Sat Lunch 每位 638 這個價錢便宜到有點不正常 我也好奇她是否想拿樓攤拆截招牌 所以我訂了兩位午餐廳 連加一整餐飯全數才是1400元 網路馬上付錢 但跳一跳到最後 整餐飯最後賣單其實是3300多元 即是我要額外給多1900多元 為何會這樣呢? 看上去就明白了 說到 Tosca 這間餐廳 其實是有點歷史的 作為Riskalton 仍在中環的年代 即是現在建設銀行總部的位置 他們的意大利餐廳 Tosca 已經早有名氣了 當時的主廚就是他 Bumbana 酒店搬到 ICC 後 Bumbana 已經開了自己的餐廳 即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間 但不是在意大利本土的三星米芝蓮意大利菜 不過老實說 那個用餐體驗就一般 不是說食物不好吃 而服務質素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沒有靈魂人物 Zaki Tosca 怎麼辦呢? 酒店就叫Bumbana 給你介紹一個 實力跟你差不多的人過來開檔 那時他推介了當時在香港的Hopper Schoen 做主廚的Angelo 作為將香港這間分店 一手推上米芝蓮三星的靈魂人物 他一直等到2019年才正式加盟Riskalton 所以餐廳名後來都改了Tosca D'Angelo 餐廳由以前在中環的時是在一樓 就一夜搬到現在的102樓 裝修風格都比之前來說新派了很多 除了在這條變色度很高的走廊打卡位之外 餐廳都善用自己 為著上帝視野級數的高度 落地玻璃、觀景不得頂 但就好講彩數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像今天一樣 只是看到一片煽氣而已 如果坐近窗邊位置的話 偶爾可能可以在那位置 裝到維港兩環景色 借用我之前在吃飯的時候 剛巧都是午餐廳所拍的景色 你知道明如果好天的話 這邊看出去真是一流的 景色比天龍軒更漂亮 天龍軒雖然跟它在同一層 但主要那邊是望向油麻地方向 Tosca 這邊就是望尖沙咀 望港島 夜晚如果亮燈就更漂亮 就算可惜 像今天這樣撞到多雲 大霧甚至下雨也好 餐廳本身都漂亮 它打通了上下兩層 樓底很高空間感強 擺桌子不密的 所以就算是半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坐在這裡也不會覺得吵 反而要注意的是樓上 樓上就是Cafe 103 即是吃自助餐的位置 因為它不是封閉式設計 你看它上面是打通的 所以上面的熱鬧氣氛 是會傳到Tosca 這裡 換言之餐廳未必會像你想像中那麼靜 但Tosca 有一個很聰明的設計 就是這個流水擺設 它是對稱的 在餐廳的另一邊也有一個 它用水聲來掩蓋周圍的人聲 是一個優雅得力亦有效的方法 你這樣聽回環境的聲音 是不會覺得原來自己身處在自助餐廳的樓下 這個設計認真值得一讚 好了 來看看餐牌先啦 Tosca 有兩款式力長 menu 分別是一款是四道菜 每位1588 一款是五道菜 每位2088 還有一款式飲料 那傳說中便宜到不正常的 $638 三道菜午餐廳去了哪裡呢? 在後面 不過就改了 就變成四道菜的午餐 每位988 我就不是來到才知道 在吃之前的幾天 日漬員已經打給我 說菜單位改了 就由三道菜變成四道菜 價錢都提升了 問我合不合理 生日飯我免得改來改去 人家都沒有問原本的三道菜菜菜 大家當沒事發生過算了 好了 上面包高質的 是一個外脆內鬆的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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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海拔的高度 400米海拔那款 味道相對來說是最清的 海拔700米那款 果香味會比較重 多到我喜歡這一款 而生長在800米高度那款 就最濃味的相比之下 而且是大腮口大辣 我會形容為有一點點黑椒味的錯覺 最後一款 就是把前三者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但說到尾 其實這四者的分別 我覺得是很美味的 即使身厚的那款 其實程度也是很輕的 如果按次序吃 都還算分辨到 但吃到最後 已經在口腔內 自動把三款味道混合在一起 如果這個時候再拌亂它 我就不太分辨哪款打哪款 麵包之後 來到前菜的部分 先來的多多那份牛肉Carpaccio 用的是意大利的Fasana 牛 即是這個樣子 它體型不算大 脂肪比較少 瘦得來肉嫩 入口毛巾 質感很柔滑 但多多就一般的 讓它配上 Attichu 火箭菜來吃 它說這樣吃下去 是甘甘的 帶點酸 不如就這樣配一個 鹹香的硬芝士 簡單點吃下去 反而更好一點 來到我的前菜 師傅用Carruga Caffeya 的 鹹鮮 為油嫩的藍龍蝦 配回味 再加上用蝦膏做成的醬 即是三條橙色的線 那些就是蝦膏醬 所以風味其實已經好足了 但它又加上谷具 在當中 即是虎白菜 我覺得其實不用加也好吃 所以未必大家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不加也好一點 下一道菜 多多聽職員介紹 它說是招牌菜之一的 紅蝦管粉 直接來聽老婆 我當時怎樣形容這隻 西西里島的紅蝦 好像剛剛在海裡有蛋 至於管粉 因為它闊身也有差不多厚度 所以咬起來是很有咬口的 同時也是一個一流的汁醬在體 看來紅綠綠的賣相一般的醬 其實是用紅蝦的蝦膏 加上一些Basal Blenching的汁醬 香到不得了 是成道菜的關鍵 它的味道是濃郁 它香得來帶少少的甘 吃得來很開胃 質地 結身得來 但一點都不膩 亦都明白為何它會選擇Picari 這種瓜汁一流的Pasta 因為汁真的不得了 至於我的Risotto 就出奇地 竟然米香挺濃郁 表面鋪著北海道海膽 滑浪點精 為清鮮的Risotto 加多了一陣甜香 又有海葡萄帶來的輕微海水味 最後又有好味的山葵味 來清清味淚 但比較令我好奇的是 飯粒口感有韌性之外 為何會有平常吃Risotto 不太感受到的米香 即是它既好吸味 但咒到最後 會感覺到平常吃白飯的甜香 後面問回職員才知道 原來是用了陳米 有一個用以年來計的熟成過程 令米可以乾身一點 風味再集中一點 所以說 只要你肯用心做好你的產品 享受一個人是絕對會感受到的 簡單到一粒米是這樣的 也或是你的人生 接近三分之一時的 睡在上面的床褥 都是這樣的 說著的是德國的Emma床褥 Emma床褥的質素 好到不怕你貨比貨 就怕你不懂貨 所以提供100天的試睡服務 如果覺得不適合睡 是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 免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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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憑著德國技術 贏了40個國際獎項 無論是床褥、枕頭還是床架 都有無數用家的正面評價 粉不穿的你還等什麼 趕快上網訂一張吧 Try now 打破傳統 下面資訊欄有相關的連結 現在用完我的Discount Code 還有額外優惠 好了回到主菜部分 相比正確的飯和粉的出品 實在超班 來到食慾的環節 反而不及前兩者那麼驚艷 不是說不好食 但沒有食飯或粉吃起來時 那種咦?嘩?的那種 是會有驚喜的 會眼前一亮的效果 先說多多主菜 是伊比利克毛豬的後頸肉 它外層焦得來夠脆 而一點肥肉都沒有 但肉質比我想像中結實 未至於粗口的 但就有點皺頭 肉香好足 汁醬味道都好濃 整體來說是很夠味的一道菜 我覺得如果嫩度難捏得好些 那就更加好了 至於我的主菜 是一個澳洲的和牛西南 配綠椒汁和黑松露鋪面 所以同樣都是一道比較濃味的一道肉 切出來就見到 它是肥 但吃起來又不會覺得很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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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成口有五款 Medium Rare 生熟程度 外層焦香入面夠嫩 它的汁做得好出色 它香得來 蝦微大酸 既能提升到和牛的野味 已经吃完,进入甜品环节前,可以加码吃芝士 我不用,多多浅尝几片 点完整部车推过来逐样介绍,选择有不少 有软有硬有淡有浓味 最后选了一款 Blue Cheese 一款用栗子叶的芝士 还有一款煮的时候加点啤梨汁 所以略带甜味的芝士 也算是整部车中最容易入口的一款 如果不吃芝士,可以直接跳去 Pre-Dessert 的部分 它的底部是南瓜茸,上年不醉一颗南瓜籽的雪糕 味道不适合口味,但目标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 Pre-Dessert 的用途是清酒之前送菜残留的味道 尝试恢复清爽,甚至略略带酸的状态迎接甜品 这件事可以做到的 来到甜品环节 老婆选的 RUM BABBA 又是碟完药在台边,没有轮舌上的东西 连 RUM 酒提供了一款 是传统风味,甜点的选择 以及另一款 是带有有丁香八角香料味的两款 这款海绵芝士蛋糕 你切开它便可见到 它里面的气孔 我觉得比一般的大那些 比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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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除了老婆选的这款带有香料味的 RUM 酒 它另外会配合又糖浆又肉桂 一滴轰轰 就这样听起来 都感觉到 味道是很複雜 很难以形容的了 我选择一份正路的 TIRAMISU 来买一个美美就算了 在意大利菜餐厅 在意大利菜餐厅 这份甜品一定没有死 分分钟还是招牌甜品 而作为寿星 还有一个挺有仪式感的生日祝福 不用吹蜡烛 一样都有烟的效果 最后还加码送多一份CANOLI 好吃的 但真的饱到胸口 这份量 好了 这份饭算是吃完 最后来看看单单 之前给了1400元 就当是订金了 另外再要给1900多元 额外比的数 还多过原本的整餐饭 但因为这份饭 我们都选了额外加钱的食材 例如前菜的南龙虾 额外加220元 我的Risorto 加钱加120元 黄牛西拉加268元 激老婆的红虾馆粉 加180元 芝士加120元 Rumbaba 加80元 所以加起来 就将原本4道菜 988元 加到最后埋单 人均1600多元 不过又这么说 要加钱的菜式 又真的全部都出色 尤其是馆粉和Risorto 不能谈 是绝对对得住招牌 整体来说 这份饭不便宜 但食物水平和服务质素 都配得起期望 如果天朗气清 加起来坐到窗边位 那就更好 不过这些东西 可遇不可求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